怎么样 九云大人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让你越陷越死 小春啊 大人我喜欢忠贞的女子 你伤了大人的心 大人罚你 明天不许吃饭 不准靠近本大人一仗之内 你还不是一样 只许装怪凤凰 不许白信念的 你个傻孩子 我都只想陪在父皇母后身边 嫁了人就没人护着我了 会被欺负 就算你陪在母后身边 那父皇母后 也有老去 责去的意义 到时候谁护着你 那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那 那我就陪你们一起去 嘿嘿 他使用这种 说明天不许多是 我 不许多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你就是新来的丫鬟啊 你谁啊 你就是新来的丫鬟啊 过来 过来啊 九云大人怎么找的这么个丫鬟啊 身上一股嗦味儿 真是看走眼了 这里是香取山 是仙人修仙的福地 讲究仙姿仪太 你以为是你家村头啊 有个女孩 你会选择 我开心 你祝我 是要选择 你选择 啊 她特不得选择 好 你都 salaries了 你看 你哥哥 那是那样子 对 头疼 头疼 大人 你没事吧 你谁啊你 怎么在我房间啊 我 你怎么穿这么土啊 你看你穿的是什么 这里是香取山 是仙人修仙的福地 讲究仙姿仪怡 你以为是你家村头呢 头疼 不是 大人 你这 头疼 头疼 大人 你这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土 这里是香取山 是仙人修仙的福地 讲究的是仙姿仪怡 你以为是你们家村头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老土小丫头啊 你 你给我出门干活去 去 小川啊 我和九云大人要付个酒会 你呢 就在府里好好干活 我知道了 把这些衣服给我洗了 对了 大人我爱干净 记得洗仔细一点 洗干净点啊 听见了吗 听见了 能买九云大人洗衣服是小姐 就来了不进 小白 走了 洗衣服是吧 啦 不会 ay 你不要走个侠 不去了 哎 那这酒店 那这酒店 话说 那小来会 死了一天的衣服 现在肯定累得半死不活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心疼啊 我的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所有的裤子 九云大人 你们回来了 你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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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九云大人 交代让我洗衣服 我不敢怠慢的 我就时间缩 时间缩 时间缩 这九云大人这料子 实在是太珍贵了 我一缩它就坏掉了 可是我被人被咬的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就去端花瓶 那了花瓶也算了 看来我 我是呆不下去了 傅九云 你这个眼高鱼顶的家伙 你怎么能看上这样的货色啊 走 你快走 你这个灾心 好 你走啊 好 看起来你也辛苦了一整天吧 大人不责怪小的 初来想起山 谁不毛手毛脚的 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 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 慢慢来吧 大人可真是面容心 豁达大德 小 小的 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再给你磕解头吧 一码归一码 你呢 把我的衣服给洗坏了 又把我的罐子砸了个稀巴烂 这总归得赔点什么吧 赔 赔 得赔 但是小的却二两研刺 没钱啊 没钱 那就继续做苦力吧 赔 这 自然是应该如此啊 小的愿意为大人当牛做马 在所不辞 可是小的真的笨手笨脚的 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啦 当牛做马倒不用你做 给小白打个洗澡水总会吧 这就去 你怎么选了这个丫鬟当内子阿姨 我乐意 天儿姐 你真的在这儿啊 什么事这么开心 是看上哪个冒贝的仙人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取笑我 怎么样啊 九云大人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让你欲仙欲死 你这臭丫头 你在哪儿学了这些不正经的词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我早就知道 九云大人不是这样的人 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我们外围杂役 他那叫积不择实 你别这么说人家 跟你聊什么 你等我 回来回来回来 咱们是没有资格去嫁给那些大人呗 但是儿女情长嘛 趁年轻就圆一个梦而已 你真把这儿当什么了 把那些修仙的弟子当什么 这倒好 说要人就要人 胶子一抬就走了 这山主也不管管 你真老套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山主不会禁止这些 你别走啊 你先跟我说一下 你昨天晚上到底跟九云大人怎么样了 他昨天耍威风的很 让我干活 我都快累死了 干活 你不是伺候他吗 怎么趁干活了 九云大人 果然是天赋异禀 造化过人哪 天赋异禀 什么天赋异禀 小叉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啊 你们神仙都太厉害了 能幻化出这么多人 我都动下来 打个水这么久 遇到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怎么听说 今儿外面热闹得紧啊 都在议论我和我的小侍女 等一下 九云大人 如果无庞的事 我就先去忙了 回来 小白金贵得很 洗澡水不能太冷 也不能太热 懂吗 明白 去吧